接下来为您播出剑阵 不管是全金属的盔甲还是高性能的防弹衣 对于使用者来说就是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防护竹子的诞生 又如何在刀剑穿梭子弹横飞的现场 对使用者的性命进行生死防护 见证本期播出探秘防弹衣上级 解历大案悬案 探寻华丽脉落 记录故事现场 见证发指变迁 从弓箭到超音速子弹 从古代铁制铠甲到现代纤维防弹衣 防弹衣有了几千年的历史 是什么促进了他们的演变进程 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特殊关系 每一个时期的防护服务各有什么样的优势与弊端呢 在冷兵器时期 曾出现过一种针对盔甲强大防御力最为有效的剑 人们形象的叫他透假追 在现代战争中 轻武器里最有名的是AK-47 当一颗AK-477.62毫米口径的步枪子弹 以每秒850米的速度射穿人体之后 它会在正面摄入点上留下一个直径不到一厘米的小口 而弹头在经过身体时形成的巨大力量会震伤脏气 然后以每秒570米的速度穿出人体 震波形成的出弹伤口 直径有可能达到12厘米以上 这就是AK-47的巨大威力 因此也是被称之为枪械之王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是什么样的防护服能够阻挡住它们呢 这是一场跨越了几千年的漫长较量 金光闪闪的铁盔甲与鹰甲而诞生的扣甲锥 现代防弹背心与被称为枪械之王的AK-47 谁又能更胜一筹 防弹背心是如何演变而来的 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防弹衣又是如何阻挡住阻弹的射击呢 不管是全金属的盔甲 还是高性能和防弹力 对于各个时代的士兵来说 就是生命的最后一段防线 是生与死的区别 在中国小说三国演义中 有火烧藤甲悉情梦获的故事 其中藤甲就是中国历史小说中描述最多的一种防护剧 藤甲是一种经过特殊处理的藤编制而成的铠甲 对冷兵器有很强的防护力 藤甲在制作时需要经过铜油浸泡 再涂抹一层大漆 因为他不怕水透气信号 很适合中国南方潮湿地域使用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他怕火容易被点燃 小说中诸葛亮正是听了民间工匠的介绍后 敢用火攻的战略将藤甲这种防护副击败 使他退出了战场 火器没出现的时代被称为冷兵器时代 所谓冷兵器都是用铜或者铁打造而成的 人们用同样的材料制作成的护甲 也具有强大的防御能力 在那个时期 铁质的护甲成了最为先进的防护 毛与盾的故事开始上演 从一般的规律 就是毛发展的比较快 盾发展的比较慢 那么当时呢 在冷兵器时代呢 他那个时候主要是防呢 主要是防剑 设了个弓箭 主要是防那个 这个因此呢 他穿了个铠甲呢 也用牛皮啊 多数是用牛皮来做的 那么后来随着金属的出现呢 他们也曾经出现过呢 就是大家说那个 这个锁子甲 什么意思就是用铁环 一环环扣起来的 这个穿上这个背心 那样鉴呢 就射不进去 锁子甲是皮甲问世以来的 一次重大革新 由于其材质构造与外观的起义 可以称得上 是真正意义上的铁肚山 公元前五世纪或者更早 锁子甲由黑海北部的斯基泰人 首先发明 也有人说 公元前六世纪由凯尔特人发明 后来罗马人将锁子甲传到西亚 而阿拉伯人改进之后的锁子甲公立 又随着十四军东征反馈于欧洲 十一世纪的欧洲 环形护甲是武士们之重要的人体护甲 它是用纯铁制的环形编织物 做成链式防护背心 链接到膝盖 上面连接环形护甲封帽 头盔戴在封帽上面 由于环形护甲的环孔较小 机会影响视线 而长矛铁杆的空气 又无法自误 十字军东征时 骑士们几乎全部披挂锁子甲 照在贴身衣物外面 美国影片《天国王朝》中 导演就为铁匠巴里安 复原了当年的锁子甲 所以正是因为锁子甲的出现呢 那么在对于弓箭呢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所以就产生了两个变化 一个是呢 就出现了这个大量装备硬弩 但硬弩呢 发射这个镜头大 可是它的速度慢 所以呢 有一种箭呢 就专门为了射索之架 就是透甲锥 这个透甲锥呢 相对于以往的箭呢 它的这个穿透力强 是因为它的这个箭呢 长 而且前面呢 是这个点缸的 但是以往最常用的箭呢 是比较宽的 它是为了尽量切断 这个人或者马的 这个零体组织和血管 所以它是两种不同的箭 那么后来在这个装备部队呢 基本上是两种箭毁装 也就是说 它的箭筒里面 可能大量的是射人射马的箭 但是会有几只 比较要紧的透甲锥流 在关键时候用 索子甲的最大优点是 相对于皮甲 其防护性更强 且透气性好 而且比板筋甲要轻便灵活 欧洲索子甲的重量 不过15公斤 还可按需要 与其他铠甲并用 以增加反骨半围和强度 我看内容 我看内容 没有 所以锁子甲在这个出现以后呢 整个的中国的这个就是兵器也产生了一个变化 就是比较偏于重和打击 你像在这个送以前很少用大量的什么斧啊 这个鞭碱就这种重机的兵器 但是呢送以后就比较流行 直到这个铠甲退出呢 这个兵器就开始变轻 大概是这么一个相互的关系 江峰 籍贯上海 甲咒复原师 多年来从事中国古代铠甲复原工作 经验丰富 曾复原唐朝时期的明光铠甲 江峰很自豪于自己铠甲的制作 做一名职业的铠甲制作人 他认为铠甲是冷兵器时期 士兵最好的作战防护服 有毛就有盾 任何一种护具 是因为他的当时的武器 所延伸出来的 铠甲的发展直接促使了透甲锥的出现 按照历史书上复原的板甲 是否能经受得起透甲锥的设计呢 这是你的功夫 这帮功是尊功 有效射程是200米 具有比较强的刷伤力 这个箭头是铁丝箭头 是破甲箭头的一种准备 那个我可以设一下木板给您看一下 我们刚才设的这个距离 实际上是没有充分发挥出这个工的威力 那一般在鼓赛场上 工的威力能够在50多米 或者100米走的 50至100米的时候 能够充分发挥出它最大的威力来 透甲锥是否能够将铠甲射透 我们将在测速设备的配合下 测试一下江峰射箭的速度 35是指每秒35米的速度 以每秒35米的速度 是否能将铁制铠甲射穿呢 好了准备 前面那一件已经插了 这一件没插了 前面这边比较厚 这个位置有斜线 有斜线相对来说卸的一部分力 这一件没插了 胸甲做成这个弹壳型的 就是说它这个两个角度 在胸前有这么一个结合 就像一个土体一样 就像鸟的胸部一样 它里边呢就是空的 这样万一外边受到重击的时候 它变形也不会碰到身体 还有就是说 它有一个角度 也可以缓和这个杀伤力 一会儿呢就是把这个胸镜放地上 我们用脚踩一下 看看是不是能够用脚 能够把它踩扁掉 或者踩扁些 再把那个 把镜头把它刷了 我们拿两块板来试一下 这个板的厚度都是一个毫米 那个拱形的板 我来踩一下 我的体重是200斤 我们看看它踩下去以后的效果 这管板是平的 板已经弯掉了 可见透甲锥的威力不可小觑 由现代科技研发生产的防刺服 专门应对各种尖锐的刀具 那么透甲锥与现代防刺服 谁又能更胜一筹呢 前面是那个防刺材料 后面是那个软垫 软垫是吗 不是防弹那个材料 你现在使的什么剑 现在使的穿甲剑 你觉得能出枪吗 没试过 你那个 你那个 你别忘了 我哪两千年前东西在跟您比 谁都没试过 你们也没试过吧 准备好了吗 你 事情不需要 再拿之前了 再拿一只 再吃一只 还尝不得 不会 尝不得 这儿 后边没有是吧 没有 完全没穿 怎么样 许功 怎么样 小枫 这个两千年前的东西 跟现在比 确实是 不适应这个 一个同一个状态 没法比 这个东西 有什么样的武器 就有什么样的甲 每一个甲 它都有自己的优越性 只是这个甲 更适合当时的战争环境 随着武备的变换 武器的变换 毛的变换 它的盾也要变 那就是它的铠甲也要变 金光闪闪的铁盔甲 与鹰甲而诞生的透甲锥 现代防弹背心 与被称为枪械之王的AK-47 谁又能更胜一筹 防弹背心是如何演变而来的 建政 本期播出 汉密防弹衣 上级 不管在什么时代 最高的科技 都将为军事国防 提供技术支持 古代野链技术的发展 直接促使了铁制铠甲的发展 大约在十五世纪 达到了顶峰 由这种千锤百链 锻造出来的铁板 使硬制护甲技术 进入了巅峰时代 一片片钢板 用关节方式连接起来 穿成一件金光闪闪的战袍 再套上火炉式的头盔 样子十分的威猛 在中国历史上 关于这种盔甲的记载 有很多 近书《女光载记》中 描述此类铠甲 铠如环锁 射不可入 唐弹极为盛行 被称为明光铠甲 这种铠甲 在冷兵器时期 是战士们最好的防护服 也可以被称为 现代防弹鹰的前身 明光铠甲最主要的特征 就是胸前有明镜 而且会发的 插得很亮 在太阳照射下 闪出那种 特别耀眼的光芒 这种光芒 会对敌人产生 非常强大的震态 顾知为 死乃天门处言 明光铠甲 明光铠甲出了胸前的护心镜 衣身上是由2936片铜片 叠加在一起 甲片虽然层层叠叠 但并不影响灵活性 就像鱼身上的鳞片一样 可以随意摆动 这一片片铜板 在设计上是十分讲究的 每个连接点都由四层组成 每个小铜片会分散吸收冲击的力量 形成更大的防护 但也因此成了被淘汰的理由之一 上午兴四年 送水冰制的记载 它是制作长讲 一百四十一人 短讲 七十四人 然后它整体的制作时间 要一万八千工 一万八千个工人 三百天 只出一百五十步 所以一年以三百日记 只出一百五十步 就是说两天以后 从这个 它的记录 历史的记录来说 实际上这个讲是非常文贵的 同时还有一个弊端呢 是大家可能就是 容易忽略的 就是说它的重量 因为早在这个 比如说宋代的时候 我们说的先人关一战 那也是经常的突击部队 就是说 它短距离穿着 它才会穿这个重甲 外围带两个头盔 那么到了这个 比如现在战场上 一般来说我们说单兵复合啊 它是有上限的 那么一般考虑到就是 三十公斤是一个这个底线 这三十公斤要包括 武器弹药 你一天的饮水和一天的食物 然后呢 军装的重量 通信器材 观测器材 然后如果还加上一件 七公斤到八公斤的这个 这个人体防护的这个装备 那么它这个视频就很可能超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产生的结果呢 就是从现在来看 十年来的这个阿富汗战争 伊亚克战争的统计 就是有大量的这个运动损伤 比如说这个士兵可能是 有些人防住了枪弹 但是在登山啊 在这个野外奔跑的时候 有更多的人 比如说发生了怀关节 或者是韧带 腿部韧带的这个 这种挫伤 就是和他的这个负重超过 三十公斤有关 因为这三十公斤 它实际上是个经验值 日本铠甲形质是非常独特的 早期日本盔甲 守中国朝鲜的影响很深 但在十六世纪 又吸收了西洋甲的要素 此外 日本的铠甲 还拥有十分华丽夸张的头饰 以及恐怖的面具 十六世纪末 日本历史上的一代枭雄 封城秀吉 结束日本长期割据的战国时代 统一了全日本之后 野心勃勃 寄予起了大明王朝的天下 1592年 他指挥十五万日本兵进攻朝鲜 看到装扮奇特 行为诡异的日军 不仅本来就没有多大战斗力的朝鲜官兵望风而逃 就连身经百战的明朝大将 组成去 最初也将他们认为妖怪 十分位置 这场战争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集团热兵器战争 比起欧洲大陆上最早的大规模热兵器战争 拿破仑战争早了将近170年 战争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火枪火炮等热兵器进行野战工程战 据双方史料统计 大明军各营火器装备覆盖率达到67% 并且组建和大量运用了装备由五连发火枪等快速机动的骑兵火枪队 而日军的各队火器装备覆盖率只达到了11% 在火器的威力之下 护身铠甲的作用大大降低 18世纪至19世纪 火药被欧洲人发展成为了更为有效的火器 冷兵器时代成为历史 面对火器的巨大杀伤力 护身之宝的铁制铠甲在火器面前如同废纸 迫使重装骑兵和重装步兵退出战场 人们顿时束手无策 因此在常规步兵中软制制服和轻制头盔取代了金属布甲 指挥官则采用作战时部队散开的分散战术 用来避免遭受敌方火力杀伤 在冷兵器时代里 浓墨重彩的铠甲 很好地保护了士兵的生命 但是无法抵挡住子弹的射击 旧时代的盔甲即退出历史舞台 火器和冷兵器有一段是混用时期 好几百年 因为当时的火器刹车速度太慢 还有就是精度不好 实际上最早的火器从三百年的时间内 就只能在大概八十步左右的距离内瞄准瞬机 远了就根本没准 而且一分钟能打一两发就不错 所以在那个时代 铠甲也好冷兵器也好 还能在战场上和火器相持 直到火枪能够快速装填 有了碎石激发 叫碎发枪 这个时代以后 那么这个火枪 就是铠甲就特地要退出历史舞台 金光闪闪的铁盔甲 与鹰甲而诞生的透甲锥 现代防弹背心 与被称为枪械之王的AK-47 谁又能更胜一筹 防弹背心是如何演变而来的 见证本期播出 探秘防弹衣上级 1893年10月28日 美国芝加哥市市长卡特·哈里森 被一个疯狂的爱尔兰移民 用0.38口径的左轮手枪 进去以开枪射击身亡 当时在圣达义教堂工作的 加斯玛萨加兰教士 感到十分震惊 并由此生发出了一个觉醒 那就是制造一种 能够抵御子弹射击的防弹背心 他用了15年的时间反复试验 先后尝试了钢丝 头发 苔藓等各种各样的材料 最后还是四周随处可见的 蜘蛛王启发了他 蜘蛛堪称编制产业的皇后 它们的身体当中就好像有一个工厂 能够生产含有蛋白质的液体 这些蛋白质能够凝结成一根细细的丝 比头发更精细 比钢铁更坚固 不同形态的丝有不同的效能 卷曲的丝是理想的热绝原体 有弹性的丝则能抵御冲击 干燥的丝能够传导颤动 而有粘性珠子的丝可以诱补猎物 其他物质从没有如此之多的功能 从蜘蛛网上获得灵感的萨迦兰教室 找到了可与蜘蛛网媲美 人工又可以大量生产的蚕丝 蚕丝的强度很高 并且有极佳的韧性 可以拉伸到超出自身长度的30% 萨迦兰教室最后利用一种 叫四层编织法的特殊方法 用极细的蚕丝 制作出了世界上第一件防弹背心 萨迦兰教室穿着那件防弹服 前往芝加哥戏院做演示 在观众重视下 他的伙伴艾西亚维伯 对着萨迦兰开枪射击 子弹没有穿透防弹服 背心挡住了子弹 很显然它成功了 它也因此被称为防弹背心之父 用多层针丝制成的防弹背心 它能减慢当时手枪子弹的速度 任何射速在每秒30米以下的子弹都能被阻挡下来 无法造成致命伤害 在1914年 这种防弹背心的制造成本大约为800美元 几乎相当于今天的1.5万美元 正因为如此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只有极少数的特殊精英部队 才能拥有一件防弹背心 但是这种当时最为有效的防弹背心 并没有减少战场上的伤亡 它反而促成了新型手枪的出现 防护服在不断地演变 外形在变 但改变更多的是材质 武器的发展或使人体方向必须有相应的进步 防弹衣的产生几乎是与战争和武器的发展同步 世界各国更处理于各种新型材料的研究 20世纪40年代 由于化学纤维的开发和应用 推动了复合织物材料防护服的发展 当时的美国妇女封形尼龙丝袜 美国陆军海军在实验室中 试制出用尼龙织物制成的防弹背心 尼龙防弹背心需要配置上钢板才能使用 使得防弹衣很厚也很重 不适合陆军士兵的实际作战需求 因此美军将这种防弹衣配备给了飞行员 以减少地对空流弹对他们生命威胁 1943年 美国空军正式装备了这种名叫弗雷克的防弹背心 士兵在战场上面与的是各种危险 子弹朝你射来时并不会提前通知你 因此防弹衣成了各个国家军队的研究焦点 在朝鲜战争以及越南战争中 防弹衣成了美国士兵的标准配备 他们脱下了钢板制成的防弹背心 穿着用12层特制尼龙纤维材料制作的防弹衣 一个是金属材料 一个是一个合成的纺织材料 这个东西当中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一个重量 就是说用了合成材料以后 特别是尼龙被发明以后呢 那个重量呢就一件防弹衣 它那个重量呢就可以大大减低 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个柔软性 因为大家也知道你假如说穿着一件 是纯钢板做的一个防弹衣呢 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 那尼龙呢的确从这个方面来说呢 是引进了一个比较大的革命 但是士兵们发现 这种防弹衣只能抵挡住弹片 并不能真正的防止子弹的射击 那么朝鲜战争呢 实际上美军有大量使用这个防弹衣 从中国的咱们的志愿军的战场上缴获呢 就是军官穿的一般是尼龙的 那么士兵呢通常穿这个 就是里边是铝板 当时有这个从朝鲜回来的志愿军 在战场上拿这个卡冰枪 射击过这个缴获的防弹衣 发现都穿透了 所以就可见它呢 主要防弹对象是破片 手榴弹炮弹的破片 那么从越南的这个战场上的美军 也是可以说大量的装备这个尼龙的 这个防弹背心 但是呢越南的条件是 因为它是这个湿热气候 而且从里面 所以说这个对于士兵的战场上 通常穿不过四十分钟 就不行了 就虚拖了 问题也是散热 它解决不了 直到六十年代呢 这个凯夫拉材料出现了 可以说对于防弹这个纤维来说 它是一个革命性的材料 凯夫拉的发明 挽救了许多人免于受到重伤 甚至死亡 凯夫拉是一种纤维材料 具有阻挡子弹的特性 这种材料保护了无数士兵的生命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美国杜邦公司正在研究一种新型材料 斯黛芬尼·克拉莱克 是负责这项研制工作的小组成员之一 当时他正研究一种 强度足以用在汽车轮胎上的材料的制作方法 如果轮胎得到改进 可使汽车节省耗油量 因此他希望能发明出一种坚硬的牢固的材料 而斯黛芬尼·克拉莱克制造的东西 却出人意料 它得到了一种强度重量比 是钢铁五倍 是尼龙两倍的合成纤维 杜邦公司首先于1971年 大批量生产凯夫拉 也正是这种超强纤维 造就了防弹衣材料的一次革命性的改变 凯夫拉防弹衣是一个很大的革命 它就是出现以后呢 把那个防弹衣在同样的那个子弹的情况下 那个重量的大大的减低 那个减低的百分比呢 要根据就是不同的防弹情况 柔软性的增加 这样的话呢 就是增加了它的实用性 凯夫拉将为应对枪击 形成一层保护屏障 子弹在冲击凯夫拉时就变形了 子弹被挤压成蘑菇的形状 无法进入人体 凯夫拉的出现 使防弹衣的材料功能有了质的分力 从铁制铠甲到凯夫拉纤维防弹衣 防护服的变化 总是紧紧跟随着武器的脚步 总是先有了毛 后有了钝 那么 由凯夫拉材料制造成的防弹衣 是否能成为守护士兵生离死的 那道生命防线呢 凯夫拉纤维的出现 使防弹衣有了质的变化 但是它也并不是防弹衣材料的终结者 它有什么样的闭关 中国自主研发的防弹衣 是如何抵挡着子弹射击的 它又是如何会生产出来的 见证下期节目播出 探秘防弹衣下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